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到 施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施恩两个字要注意 不施恩得 与人为善 我们讲习当中常讲 总是要存一个纯善的心 纯善的念头 念念为别人着想 这是不施恩德 不施恩德 是他的想法 是他的说法 如果我们自己还要有一年不施恩德的心 就错了 错在哪里呢 我们着相 着相 就不圆满 着相 十三界六道里面的善意 与信德不相应 这个道理很深 很广 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的清净心得不到我了 诸位要知道 诸位要晓得 清净心才是真善 是大善 昨天我们参加回教 表扬伟大母亲大会 我们不知道 这个场合里头 居然是灌溉云集 有三个部长 新加坡的前总统参加了 这个即将选举的总统候选人 那段选举也参加了 还有各国的大使馆这些时期 我们在贵宾室里面聊天 他们看到我都很欢喜 问我 他说看起来我很年轻 问我的年龄 然后问你是怎么保养的 我就告诉他 清心寡欲 清心寡欲不是不做事 什么事都做 很热心地做 很认真努力在做 做了怎么样 不着想 可以去做 做得念念不忘 这个不行 我将清心寡欲 想放下 分别之处 他们听了 都懂 难 不容易做到 实在讲 有什么难的呢 难在 没有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真相 难在这个地方 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 世尊 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 天天为我们开始 无非 无非就是说明 这个四十 四十 四十明白了 不能 四十什么呢 能得所得 都不可得 佛家常讲 万法皆空 你还会答 往前吗 也 了 凡先生 明白了 他明白还不是这个神圣的道理 他明白不过是因果报应的道理 这是世上的事项 一盈一珠 莫非前定 你这一生当中 功名富贵 要受平静 都是过去神圣中所修的 这一生中感到的果报 丝毫不爽 这是思想上很粗浅的真相 他明白 明白之后 他就如如不动了 妄想分别 执责 虽然没有断 清了 比一般人就清了很多很多 他跟云古禅师 在禅堂里面做了三天三夜 不打一个妄想 什么原因 明白 一盈一珠 莫非前定 放下了 这还不是四世真相 了解四世真相的 心才真正清静 你看看 廖藩先生 遇到云古禅师之后 云古给他开示 他发起 发心了 读书 求学功名 改造自己的命 是今人的好模样 六道众生的好模样 不是学佛 虽不是学佛 它是学佛的好基础 学佛确实从这个基础上建立 这是不可佛认的 佛法是出世间大善 大善一定建立在小善的基础上 这个道理 现在懂得的人少了 古时候 懂得的人都 未必能做到 为什么做不到 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 懂得不够彻底 第二个 烦恼习气 放不下 经不起 明文立扬的诱惑 原因在此地 我们明白 明白之后 要晓得怎么做法 要依照佛的教会 决定不错 以善行善行帮助别人 人家欺骗我们 我们还是要以善行善行带人 绝不能因为人家欺骗 我就回避 我就不要理他 那我们还是欺骗动应 我们还是落在分别执着上 人家是诚意对我 还是欺骗我 我们不能不知道 不知道 糊涂 样样样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以真诚心带人 这是佛菩萨 菩萨心 这是真正的施恩 施恩 施恩 自己还没有施恩的念头 哪里会求回报呢 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布施供养别人 决定没有后悔的意思 昨天说过了 有求报的念头 贪心未断 布施没有圆满 布施波罗密 你有布施没有波罗密 你给人 以后有后悔 你的机灵心 还有啊 吝啬 没化掉 这是三读 第一个 贪烦恼 不能断 佛用布施的这个方法 帮助我们 拔除坚贪 如果你求报的心 有后悔的心 坚贪 烦恼 不能拔除 有布施 不能称为布施波罗密 菩萨是修布施波罗密 我们凡夫修布施 而 达不到波罗密 不修布施波罗密 不修布施波罗密 我们决定不能超越六道 不修布施波罗密 决定不能断烦恼 不能开智慧 智慧 是本有的 一切众生 自信里头 本来居住的 智慧 何以不开呢 就是被这些烦恼 盖付出了 所以智慧不能先去 佛教给我们 把烦恼 除掉了 智慧就先去 烦恼最严重的 就是坚贪 这两句话 教给我们 要很认真 很努力去学 我们无时借来 烦恼吸气很重 求报 后悔的念头 常有 你们也许听我讲过 晋风文在台北 杭州南路的讲堂 送给我 以后他很坦白地告诉我 他后悔了一年半 常常半夜睡觉醒过来 哎呀 为什么这么多钱丢掉了 一年半之后 天天听经 逐渐明白了 才不后悔了 不容易 所以这个现象正常 你如果没有这个现象 那你的善根福德 不是平常人能比的 肯布施 已经就不容易 这个求报后悔 是很平常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想 如果还有这个念头 烦恼没断尽 智慧不能兴起 要常常想到 这个事 贪嗔 贪嗔 是非人物 都放下了 你的心地才清净 清净心 生智慧 然后你就知道 是非人物贪嗔 吃慢 生烦恼 不生智慧 我们要想开智慧 这两句话就太好了 要常常去做施恩的事情 常常去做帮助人的事情 以智慧帮助人 以劳力帮助人 以财力帮助人 通通都要识 财 诸位下的 愈识愈多 不是识了就没有了 愈识愈多 识是因 那个愈多是果 修因 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 但是 不可以有求果报的念头 为什么呢 求果报念头是贪心 果报现前呢 那是真理 因果一定相应 然后你就想 不是我们的体力 你的身体 也健康 不是你的智慧 你常常有好的念头 好的思想 好的主意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解除为难 你修这个因 长智慧 那佛的智慧 为什么那么大呢 佛天天 讲经说法 不是好主意 叫人破迷开物 所以智慧 所以智慧就那么大了 我们自己有一点好的东西 很吝啬 唯恐别人 学去 你哪里会有智慧 所以有人 很多人送下书 这法式的驻足 送给我 你晓得吧 我第一眼看的是什么 我看他后头的版权印 他上面印的版权 所有翻印笔究 我这书关起来 不看 为什么呢 心量太小了 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糟蹋我的世界 心量太小了 没有智慧 自己有一点好东西 把自己的权力 抓得紧紧的 什么智慧财产权 他哪有智慧啊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万云放下了 万全也放下了 不要了 这个人有智慧啊 我看书的一个原则 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了 所以要学佛菩萨 热心帮助人 要真正做到 不需求果报 不后悔 一定要深入 紧张 理 事都要透支 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 认真 努力去做 这个住戒里面 有几句话 说得非常好 他举佛经上说 人以财帮助别人 这是举一个例子 内也不见有能识之母 把母忘掉了 外面也没有牵挂着 接受我不识的那个人 中间也把你不识的物忘掉了 这叫三轮体空 祝佛菩萨 无不是这样帮助人 以财师 以法师 以无畏师 心底永远是清净平等 诗小得大幅包华 比喻里面讲 一斗米 不识一斗米 得无量无边的佛宝 这真一点不加 为什么呢 称信 他得无量无边的佛宝 他是把信得开信 是这么个道理 一文前的施行 能够消 千阶的灾难 这话都是真的 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修复 得大的国报很小 也没办法消灾年 原因在哪里 心不清净 不识的再多 于信得 依旧是割了一层 所以 还依旧要在六道里头过苦日子 也就是我们求报的这个念头 求果报的念头 存在 所以 怎么修 跟佛菩萨比 都有很大的差距 尤其是追悔 这是一个大关键 如果做我死后悔 那个好啊 那个我念 渐渐点 会止住 如果做善事后悔 善念 这个根就断掉 以后再不会修善了 现在世界人修善 是不是真心修善 决定后头有国报 他看准了 好像赌博 他下这个柱 有的时候也看错了 不是以清净心 不是以真正善心 无疑 不是自私自利 于自己有利益的 这个事情要多做 佛菩萨 自己明白这个道理 自己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 了解 此事真相 讲给别人听 还要自己真正做给别人看 讲给别人听 做给别人看 那目的何在呢 绝没有自己的目的 希望别人好 希望社会好 希望大家红目生活 自己还是一尘不染 还是清净无为 这是佛弟子 这个人也真正是佛 如果帮助人又后悔 道不如不帮助人 为什么呢 他自己的善根从此地断掉了 小猪 里面有比喻 也有说法 说得好 第二段里面 他讲布施有三 有法施 有才施 有心施 这跟我们普通 平常讲的有一点差别 平常我们讲 才布施 法布施 无为布施 这讲的最多的 心施 什么施 真心 真心怎么不施 叫别人也了解有真心 他的真心 他的真心也能够因你 教化 引说 而有所启发 他的真心露出来了 这是心事 这最难 最难最难 但是 功德是 无由 兵器 无由 至尽 这个只有祝福如来 化身大肆 他们才 做到 但是他这个注解里面 讲得起 前是什么 自己 没有能力 不是 但是有这个心 严于所谓 心有余 而力不足 不是没有心 长存此心 这是心事 起源的意思 常常有不死心 常常有帮助别人的 愿望 但是自己没有能力 这个心 永远不射掉 好 这是心事的起源 我们可以着手 可是在我们今天 生活环境当中 只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 认真去做 就是现实 我们出家 出家干什么 这个行业 本分工作是什么 为人业树 你表演 我们生活是表演的 学为人丝 行为事范 这表演 丝是表率 范是模范 我们的生活 是一切众生生活的模范 我们穿衣 是一切人 穿衣的模范 衣服要干净 要整齐 破目有关系 破魁补物 一定要清洁 一定要清洁 要整齐 吃饭 是吃饭的模范 吃饭要有个规矩 有个样子 想想想我吃饭这个样子 能给别人做模范吗 这就是佛法 佛法是生活教育 点点滴滴 都要做众生的好榜样 我们有没有做到 说是给众生说明 人家看到这个样子 要向你来请教 你给他解释 给他说明 他看到了 他相信了 他听到了 他明白了 明白是解 他有性有解 他也会效法 他也会学 佛法不是只说不行 佛法是解释相应 解释相应 病重 在大臣经里面 把行摆在第一 解摆在第二 净土 就是这个样子 观音菩萨摆在第一 大师志菩萨摆在第二 观音代表行 大师志代表解 华言精灵 普贤代表行 还在第一位 文书代表解释 还在第二位 解释是一种事情 特别注重在心门 说到一定要做到 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受用 这个真正受用 是发息充满 这个喜悦 不是外面的刺激 现在世间人想落是什么 是享受五欲六成 刺激的落 那个落是从外面来的 就好像吃兴奋剂 打马飞 那种落 这不是真落 佛法里面像是个落 是从内心里面 像泉水一样 往外喷 这是真落 这个叫发息充满 我们没有得到 为什么没有得到 没有做到 把佛的教诲落实到生活上 生活里面产生的喜悦 这是真落 这个落不是从外面来的 而且给主说 这个落是人生 最殊胜的滋养 世间人也有人懂得 所谓是人风 喜四精神爽 精神就来了 所以佛菩萨 永远是不疲 不疲 不疲倦 不疲凡 什么道理 喜悦 我们做事情 为什么 常常疲倦 厌烦 没有喜悦 我们在佛法修学上 发喜得不到 怎么可能有进步 如果你得到发喜之后 你确实 你有长足的进步 你不会退转 没有得到发喜 很容易退转 发喜一定是在 结形 病动之下 你才能够得到 偏在一边 得不到 有结无形 得不到 有形无结 也得不到 这清阳在 《华严经》 《诸解》里头说了 有结无形 正当无明 都得不到 发喜 发喜 一定要 结形相应 禅宗里面 讲的 定慧 等舌 这里面 你就得到发喜 这个定慧 不均等 得不到 结形 不均等 得不到 一定要均等 这个里面 才能产生 这年字 是讲心 希望我们 要留意 要认真 去体会 去思维 努力 去做 一定要落实 在生活上 我们今天 施恩 于忍 决定是 以佛法 以佛法为主 我们不移财 到以后 你接受人不识了 这才来了 来了 立刻转手 就要识出去 决定不能留 你留了 就有 臂病 留病 就是 为什么呢 烦恼就起来 会增长 贪嗔 吃慢 所以要放下 要写掉 决定 决定不要让 烦恼增长 要让自己的 智慧增长 记住 唯有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解决 六道的问题 解决 生死的问题 解决 一切 事出事情的问题 要真 智慧 是